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点播网 我是主播林芳暖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高雄轻轨成员后 成为许多市民通勤的选择 平均日运量大约3万人次 节日局结算上半年的运量 跟去年同期相比 大幅增加了75% 面对秋冬旅游潮 搭乘人次预估将创纪录 年底甚至突破千万人次 轻轨列车一到站 人潮排队走出月台 这里是轻轨C24站 爱河之星站 搭乘运量及运量增幅 在全部38站当中都是名列第一 成为民服其实的双冠王 爱河之星的话 它最主要是一个转运点的地方 它可以接到我们奥斯底车站R13的地方 所以转运非常的方便 邻居的商业的活动也非常的强 所以的话它是运量最高的车站 捷运局表示轻轨在今年成员之后 搭乘人次就逐渐攀升 累计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658万人次 跟去年同期相比 酝酿增加7成5 除了提供通勤通学服务之外 因为沿线经过许多医院 对于就医民众来说 提供方便的交通运具 也带动了就医搭乘的人次 在轻轨沿线有经过了很多的邻居的这个医院 包括圣工医院 联合医院 民生医院 凯旋医院 那另外在就学上的话 轻轨的沿线也经过很多的这个高中 提供他们通勤的服务 包括大龙高工 高雄高工 素德家商 还有道明中学等等的学校 提供学生便利的这个服务 展望下半年 除了暑假旅游旺季之外 在多场大型演唱会活动加值之下 轻轨酝酿渴望再创新高 朝年度千万人次乘客目标迈进 黄色小鸭来的那段时间 跟过年那段时间实际上是 酝酿是最高的 那时候最高的话 一天的话可以到达七八万人 因为轻轨的这个沿线 有很多的活动举办 那也经过很多的观光区 像柏尔地区 海流云地区等等这个部分 捷运局预估轻轨搭乘人次将创纪录 同时做出搭乘轻轨的温馨提醒 除了进出站刷卡之外 持卡搭乘轻轨也享有八五折的优惠 鼓励民众多多搭乘绿色运具 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